好的 谢谢老大提醒 然后李涵 我们现在开始分享吧 嗯 好的 老师你就往下点就行 好 这是问题设计第一个题 就是除了地球太阳系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存在 可能存在生命 我查了一下资料 就是火星木卫二 土卫二和一些其他的天体 然后火星一般就是 现在科学家在研究 就是可能以后地球如果毁灭了 那人类可能搬在火星上 木星的话它是有地下海洋 木卫二它是有地下海洋的 而且它还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和碳水化合物 所以也可以为生命的体员提供了一些条件 土卫二它地下也有海洋 并有热夜活动 它也是有持续的热源和液态水 还有有机物 所以说它被称为是太阳系最有可能 运于生命的卫星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天体 就比如木卫六天卫二 木星土星的卫星和冥王星 这些天体上也可能存在地下海洋的 这种生命能存在的环境 所以应该就是答案应该是火星木卫二 土卫二和其他天体 OK 下一页是 如果我们在其他星球上发现了生命 你认为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也查了一下资料 第一种是微生物的形态 就像草里虫这种单细胞生物 它可以在极端环境下生存 所以有可能在其他星球上生存 第二种是内地生物复杂生命形式 就是它这种 可能会发展出这种与地球相似的 地球生物相似的特征 所以它也有可能是 能在别的星球上生存的 第三种就是节肢动特征 这种节肢动物 它在地球上是 就是算比较成功的一种生命 它能够适应多种环境 第四种就是 硅极生命 也就是非碳极生命 它可能在高温或者高压的环境下生存 所以它也是有可能在其他星球上生存 还有第五种就是 适应特殊环境的生物 就是那种低光照 或者能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生物 所以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虽然我们无法确切预测在其他星球上发现的生命和具体形态 但是可以合理推测 它们的以微生物 内地生物 节肢动物 或规积生命的生物 形式存在 外星生命的外观和特征 将取决于其生存环境的条件和进化历程 未来的探索将有助于揭示这种生命形式的真实特征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科学家认为水对外星生命很重要 一共有三点 一是因为水是生命的基础 水它被视为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为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 都依赖水进行新生代谢和生化反应 第二条 因为水有独特的性质 水它具有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它能在不同环境中支持生命 调节 比如调节温度 维持适宜的气候条件 第三种就是水的广泛存在 水它在雨中中是相对普遍的分子 科学家通过探测 发现很多行星和卫星上存在水的迹象 所以这样的发现 它能使得科学家对寻找外星生命的可能性 更加乐观 所以水的存在对外星生命的生存环境至关重要 它不仅 它是生命的基础 老师我后面没打完 就是它不光是生命的基础 还为生命带来了一些生存的必要的条件 很好 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就已经很好了 第四个这是 介绍一下木卫二 因为木卫二它可能是特别有可能 就是存在生命的一个 一个星球 当时就是木卫二它冰面下有可能存在液态海洋 这个液态海洋它能为微生物提供营养和能量 那么微生物也是可能存在的一种生命 然后它也可以通过宇宙射线撞击表面冰 然后产生氧气支持 需要养的大型动物群 要继续吗 对 翻页 再往下翻 这是我设计的在木线上生存的生物 老师你可以翻下一页 下一页也有解释 好美啊 这个是我用AI生成的 就是它是来自木线的生物 它的特殊试验性呢 就是因为木线上有大风暴 所以这个生物它不能很轻 不然清片飘就被吹走了 然后还有就是经过科学探测 木线内有地下海洋 所以这个生物不光能在陆地上生存 还要有水生动物的能力 所以我把它加了一个鱼尾 这样它可以在水里游泳 而且地下海它没有光源很黑 所以我把它的颜色设计成了地下海的保护色 也就是黑色 然后也正因为没有光源的缘故 所以它的头上会有很多这些蓝色的光斑 可以像灯笼鱼一样照明 太好了 我看了什么 哇 我觉得太好了 我不需要说什么 就是在现场的同学已经说太厉害了 因为你们做的是同样是那个 和木线2的这个外星宠物的设计 你可以通过手绘再变成 结合AI绘画 然后又能把自己的设计结合这个环境 我觉得特别好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的 非常厉害 还有就是我一想说的 就是说以后尽量是可以 用自己的语言来去介绍 就不用看着那个屏幕的字 比如说等等 对 接下来的这个线下的小伙伴会演示 就一张示意图 他对着这个示意图就能说出 那一些他们所研究星球的知识 好的 我觉得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谢谢老师 谢谢你 好的 那我们邀请下一位 下一位就倒数 倒数第二个老五吧 谢谢 谢谢 大家发出了 叫声 大家发出了 叫声 哦 好吗 我我我从老五的电脑共享一下 大家还没 你这个声音关了 你问一下说大家能听见吗 喂喂喂能听到吗 OK好然后大家好我是老五 然后呢今天啊 啊啊啊我说的是这个木屋 我设计的这个外星人 然后啊那开始了啊 嗯然后就是我们那个三个问题啊 然后第一个问题说除了地球太阳系中 还有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生命 然后呢我问AI他给我出示了三个星球 第一个呢是那个虎星 然后第二个是木屋二 第三个是土屋二 然后呢呃呃我研究的呢 就是这个木屋二 然后呃呃呃啊如果说啊 第二问题如果说我们在其他星球上发现了生命 你认为他会他是他会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我觉得呢如果说是在啊 木卫二上发现的吧 它可能会有长长的毛发 然后身形高大 然后有着鱼鳍 然后身体内含有脂肪层 然后皮肤中含有隔热层 有效的保留着身体的体温 不让身体体温流失 然后细胞有抗冷 然后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科学家认为水在寻找外星生物 很重要 然后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 因为就是我们地球上呢 代生的生命 都是 从水开始的 就是从水里代生的细胞 然后 然后 我们身体中呢 也是含有这个 水的 然后我们身体中大约 百分之七十多水 啊 我们的细胞也是由水 水组成的 所以说我觉得 那这就是要为什么科学家认为 水在寻找外星生命很重要 OK 然后呢 这是我设计的外星人啊 大家能看到吗 可以 嗯 嗯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这样会让你好 好 好吧 然后呢 啊 这个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外观吧 啊 这是他的幼龄气啊 然后 他的外观呢 是就是 呃 呈现着灰蓝色啊 然后有四四条腿 然后还有个位置 嗯 你啊 你可以说一下 他的这个外形跟土卫二有什么关 跟木卫二有什么关系 或者跟外星人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的 嗯 因为就是土卫二嘛 呃 他不是刚刚才上一位同学也讲了 就是他不是有冰层 然后下面有液态水吗 嗯 然后呢 我设计这个呢 就是在他在他是生活在水下的 啊 然后呢 有时候也会上陆地 然后 然后呢 他这个 我 然后就是他的身体 呃 他的皮肤 呃 内含有这个隔热层 然后还有就是 皮肤里面有这个脂肪层 嗯 就是能有效的在水底下 保持自己自身的这个体温 嗯 啊 然后 然后这个 呃 他这个尾巴呢 呃 为什么设计出来 他的尾巴不是没有尾巴 呃 是因为就是 他在水下啊 就是啊 他这个我设计的这个呢 他是没有起的 所以说他一般就会用水下 对 就会用尾巴在水下游动 然后呢 而且呃尾巴也能更好的再让他在水下保持平衡 然后 然后他们的生理特征呢 就是呃 他们排出就是尿液 然后是跟是用皮肤排出的 和鲨鱼一样 然后 啊 他们可以在水底下呼吸 然后就不用用那个腮或者是呃肺液来呼吸 就可以直接在水下 首先就是他不会呼吸 然后长出他长他长大之后呢 他会长出最后两条腿 两条腿能帮助他更好的在水下游走 然后 他们的气息环境就是他幼年期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在 啊 就是啊 他们的爸爸妈妈挖的冰冻里面生活 然后 环境适应 啊 他这个皮肤啊 嗯 就是你们你们都应该能看到就是他的皮肤很光滑 然后呢 就是能让他在水底下游的更快就没有任何阻力吗 然后他的他这个柔软的皮肤呢 啊 有是不是皮肤里面还有那个隔着层吗 所以说他就皮肤比较柔软 而且还有脂肪层 然后他们的这个皮肤和眼睛是会发光的 然后能让他们在水底下更好的观察 水底下的情况躲避天敌 然后不是不是猎物 为什么呢 嗯 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要围绕着环境 啊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冰层啊 就是冰层上面的液态水里 对 因为土威二是不是有厚厚的冰层底下是没有光的 对 所以他们的眼睛能发光 嗯 对 后面尽量是围绕着土威二的环境讲一下 啊 然后他们的智商啊 然后啊 这种生物呢 他们他是没有感情的 然后他们的智商呢 相当于我们的思维就好 然后他们交流呢 因为水底下啊 你不能发出声音吗 对吧 因为水压过高 然后 嗯 然后就是 他们就会互相发出电磁波 就跟雷达似的 啊 就能在水底下交流 然后 他们 如果说在陆地上行走的话 就是正常行走嘛 然后如果是在水底下 我刚才也讲了 他们就会用自己的尾巴保持他们的平衡 然后与人类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毫无高歌 好 然后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成年期啊 我刚才说 他们就会 稍等一下 这边出来 好的 哦 OK 好 然后呢 他他们的名字呢 叫做双纳啊 为什么叫双纳 因为结合了这个 木卫二这个 这个他们 他不是有那个冰层吗 然后 我就结合了这一点 然后我刚才也说 是生生外叶山水 叶山水呢 肯定只有在冰层下面才有 所以说我就叫他双纳 纳后面这个词 我也不知道为啥要起 因为我用AI生生 嗯 然后啊 这是他们的成年期啊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他后面会整出来两 最后两条腿 然后前面这两条腿呢 就用于更好的 不是猎物 就跟我们的手一样 后面两条呢 就辅助尾巴 在水底下更好的游就游走 然后嗯 你看他们的 他们这个脑袋很大嘛 就所以说我刚才说 他们的这个智力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磁碎小孩 嗯 然后啊 他们呢 成长周期 12个月啊 就是一年嘛 一年就即可成年啊 就变从这个这么小 然后变这么大 啊 然后啊 我讲完了 啊 我讲完了 好 结尾 好 感谢大家 我说 那个观看啊 拜拜 听着共享 对 嗯 往生 嗯 刚刚老五 他设计的跟以涵的那个内容是 一样的 大家真的是各有各的 他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好 对 大家就是正好这个做同一个作业 可以看一下其他小伙伴是怎么做的 那比如说像老五 他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啊 用了AI 给他生成了好看的图片 而且啊 又是用我们自己的 哎 对 你这个是木星 哦 尹涵他说他设计的是木星 木星上有生命 我们设计的是木卫二 看来还是特别细心啊 木星的卫星 对 木星的卫星是木卫二 还特别像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对 然后你是用了特别多的AI 而且你为了让它更好看 还贴了这个背景 然后把这个啊 设计也讲得特别好 而且用用自己的语言 能够说出来 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用AI是很好的 但是啊 AI他容易出的那个文字太多 嗯 如果我们下次遇到一个 研究这个木星的科学家 我们自己是不是能把 用自己的语言 把我们学到的知识跟他交流呢 能不能跟他做成好朋友呢 这是我们演讲的时候 我们要想说 哎 我们对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天文学校科学家 对 我对面是老大 对 所以尽量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 刚开始可能说不好 但是后面会越来越好 好 然后还有老五就是说 嗯 我们讲的时候也要组织一下语言 就是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以内 啊 我们要用精彩的语言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哦 啊 没关系 我们下次的时候可以设计一下 我希望下次 啊 听到的演讲是大家说 哎 大家好 我现在想给大家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大家知不知道在木卫二 如果有生命的话 啊 他的名字可能叫做双纳 什么是双纳 是我设计的外星人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以后大家的PPT 演讲 都可以 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来呈现 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嗯 这就是我说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老三 喂 有人听到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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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晚 上晚那个 平坤上晚 那边什么地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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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 对 你 对 对 哦 嗯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月球直径的七分之一 它的表面和地质呢是被一层冰层给覆盖住 然后呢也会也会喷也会喷热出嗯水水雾还有冰粒等这类似嗯火火火山还有嗯爆发一样 嗯嗯你说一下啊 它内部呢冰层大约是嗯 嗯是二二十到三十公里嗯冰下面呢有有 嗯液态的海液态的海洋嗯也可能会可能会有呃微生物和有那个嗯 嗯有未知的一些嗯生命嗯 嗯 嗯 汤它的它的生命的潜力呢是嗯 液态水它的呃呃呃 它的呃呃有机合物和能量来源嗯都来自此 液态水加热和热液喷口为生命此为生命存在的必要的条件 嗯 嗯土味二呢土味土味二的冰层下可 海洋可能存在微生物或完全未知的嗯生命形式嗯 科学家通过海卡西尼号探测器对土味二探测发现 它的冰层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呃呃液态海洋嗯 嗯这是这是它成为寻找外星生物的一个呃呃 重要目标这个海洋不仅还有复杂的有机分子 还显示出呃热液活动的迹象在地球上类似的条件下 呃深海日深海热液风口附近就有许多的微生物存在 嗯 快因此科学家嗯推推特在土味二的海洋中可能也存在类似的 微生物这些会让我们 对宇宙中的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有了新的认识和 期待 嗯 假如假如土土土土土土土二冰层下面有外星生物 嗯 算但是呢这个但是这个星球呢它非常冷 哎非常冷嗯也是也是看不看不见光 它呢我认为它会长出厚厚的毛发 嗯并且呢有脏冰的能力 嗯 嗯 嗯 它呢也 嗯 它呢也可能会嗯在身体的器官上什么的 会长出呃发发光发亮了一些器官之类的这些 嗯 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在土味二的生物可能会 嗯独特的生存 一致一些 啊这是我设计的外星人用用gbt帮我生产的 嗯这个这个他他指错了他应该是指的这一块这一块地方 啊是他的毛发来抵御寒冷 然后然后这呢是他的这些呢是他的触角还有一些他的发光发亮器官 这个这个长糖的这个是他的他的凿冰的一个一个 嗯这个器官ike 嗯 你的懂数据啊 嗯 塗外的生态呢 嗯 很有可能会 我们很很有可能会 会有 会有生命 会 还有生命 嗯 嗯 有主要介绍的 博物的生产和一只 非常可爱的外星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宇宙的英语是什么 对没事 因为我刚才问老三 那个宇宙的英文单词是什么 因为在线下的时候 老三真的特别好 他说我们里面听英语时间最久的 一直在听 然后今天也学会了一个单词 cosmos 对 我刚才就随机抽查了他一下 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老三刚说的特别好 对 然后他的这个作业里面 特别是最后的那个水母 他就像我上次 做的那个蚂蚁 箭头标出来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器官 是这样设计的 为什么这个水母是发光的 是跟他研究的图位 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对 然后如果下次大家 在做这种类型的作业 也可以用他的方式 对吧 我们就一张图 我们可以自圆其说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标注来 辅助我们去讲解 就像他刚刚做的特别好 还是那个建议 下一次最好是转换成自己的语言 来去讲解 顺便说一下 怎么转换成自己的语言 我们不是有AI数字人老师吗 对不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有问题 可以问他 通过跟他的对答 其实我们不知不觉 可以学会很多 比如说我们在 跟那个老五在研究 木卫 木卫二的时候 其实我们研究研究的 木卫二他的 那个英文名叫做欧罗巴 对不对 然后我们会想 为什么叫欧罗巴 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们问AI老师 他告诉我们说 欧罗巴是源于古希腊的 这个巨人 然后老五又发出了疑问 有没有以中国神话 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卫星 对吧 结果我们发现是没有的 中国命名的只有小行星 跟太空探测器 也就是说 大家要是有疑问 就是围绕着我们的主题去发问 这些都可以辅助我们的记忆 是吧 比如说下次 不会跑题 就围绕着我们的这个宇宙的知识 是不会跑题的 那这样子 我我其实我是希望他 呃讲的时候 讲说 哎我要研究木卫二对吧 然后把他的相关的内容都展开说 也让我们听者 精精有味 啊 之后大家 对他刚才说 我不问他 他想不起来 啊是的 刚开始是需要这样子的建立吗 但后面大家多练几次就能看看俄谈了 好 接下来 为时已久邀请老大出场 我们的老大作业肯定是做的非常优秀啊 这就是我做的这个作业啊 就是除了地球太阳系中还有哪些可能生啊存在的生命啊 大家都说了三都变了这个 木位二土位二土位六啊 这些都有可能会存在存料 就是 嗯 怎么了 哦哦 啊如果我们在其他星球上发现了 你们这个是什么样后面再说啊 哦 老大 是应该事后有个发言能不能展开讲一讲 加价你所知道的关于 能不能抽烟手机啊不能抽 我 多少比如说你研究的是火星 研究的是有没有跟他相伴的知识 啊 研究的是吗 火星啊就是我研究的是火星火星呢 他表面就是 拥有高温然后还具有辐射但 但是呢在科学家呃发现的话就是 火星上面曾经拥有过 河床 怎么还有一片 就是相当于 挖地吧 说可能会之前存在 一个叫 呃 远古海洋吧一个叫做 对 然后就是说 呃 这个 可能说火星表面他可能是比较干旱 但是他也有说 呃冰层 就是相当于咱们地球的北极和南极 就是上下 两个极端的地方 但是几乎没有太阳照射的 所以说 呃 觉得很可能会拥有这个 星球表面覆盖冰层 然后呢 地下的太阳 呃这个什么 液菜水 呃 是这个 呃 形成生命的重要成分之一 然后呢 水呢 可以是非常厉害的溶解剂 它可以 调和 很多 呃 这个啊 叫什么忘了 反正就是这个水很重要 啊 然后呢 嗯 这个看下一个 诶 等一下 啊 那第二个问题 OK啊 嗯 如果我们在 我现在发出的生命 那是什么样的 那 是直接往下话介绍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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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嗯 关于火星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介绍的吗 嗯 比如说他的名称来源 或者他是一个恒星之一的吧 火星是很清楚啊 嗯 不错 你想一些其他的知识点 嗯 知识点啊 你不要说他还长得一样的 呃 不要说 嗯 让我想一下 嗯 其他的知识点 嗯 嗯 没事 没经意啊 那我给你分享一个吧 啊对不起 啊 我们可能 你觉得我们这辈子有可能搬到火 难说难说 我还能搬到 因为 他表面 都是覆盖的辐射啊 还有高温啊 那那马斯克现在发的火星就是要用火星呢 他已经在火星上搭建了一些根据地 啊 对 那你靠辐射啥的你得解决一样 那么多人进去 嗯 好 那么是那你下次要可以找到吗 这确实怎么解决图射问题 但是你说是福射我们这个东西 然后 没找到 好的 OK 那我就开始介绍我的那个外星人了 啊这个不是 哦这个 啊 字叫这个操幅数 啊 没没显示吗 没显示了 我你问一下 下次见 稍稍 factors 显示啦 没想使了 好 啊 OK 这就是我设计的这个火星一个 动物啊 就是 他呢酷似 地球数目啊拥有粗壮的 且较长的那个根须它是 呃这么长呢就是几千米长 它是可以插入地底下去寻找液台水 来供养自己 能接着火下去 然后呢 这个 除了他吸收这个水源呢 他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去探索液态水 因为 不能确保说火星的地底 全部覆盖有液态水 他可能就是说 像北极单极 可能里面也会 就是冰块里面也会有液态水 但是你不能说每一个都会有 对吧 然后就是去探索这个液态水 边 边喝这个水啊 边去探索 别的地段的这个液态水 万一说这块喝完了 好 没了之后呢 才不得咳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有高温 炕高温 炕低寒 低温 还有这个抗辐射 那低温的话 那就是地表底下 虽然说它拥有液态水 但是呢 据我查的就是火星的液态水里面 还有盐 盐的成分 这导致就是说 在这个液态水在零度的时候 它不是减冰的状态 它不是固体 它还是液体状态 所以说 抗低温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不然的话 它那个 根须的 碰到水的 估计也就冻成冰了 然后 抗高温和抗辐射 那就不用讲了 那它火星表面 那几百度的高温 和那高额的辐射 已经够咱们人类吃一辈子了 然后它没有任何感情和思想 就是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火星植物 然后它要繁衍的话 它需要 就是十年的时间 而且它生 生仔子 它一次性只能生一个 因为它孕育一个新生命 它需要维持这个新生命所需的能量 但是呢 相当于说 这个火星呢 现在是资源匮乏 然后它自己在维持的情况下 它要生仔的话 它需要 更多的这个能量去 消耗嘛 所以说 很难以去培养一个新的 火星生物 生命体 所以说它需要十年的时间 以时间来去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然后等孕育成了之后呢 它就像蒲公一样 这它的小孩 它自己脱落了 然后被风吹到哪 它就在哪扎根了 然后 若是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 比如说它这块呃 待在的地方 它脚底下那块呃 液态水用完了 它没有更多的液态水来补充自己自身的需求 那么它就会启动它们的背后能源啊 就是它们在日常 吸收能源的时候呢 它也会保存一些能源 以趁不时之需的时候 如果说资源 就是液态水没有了 它可以在不吸收任何能量的情况下 能存过好几年啊 但是呢 它同时呢 也会处于一个休眠状态 它会整棵树 扎在地底下 它不露头了就 然后呢 只有根须还在活动 对 然后这是他幼年的时候啊 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放大呀 可以 不给 不给啊 哦 哦 行我看一下 是 那我 我来个音乐 快点 你 哦这就是这个 幼时的这个 生生物的幼这个幼年状态啊 然后 长大时候就成这个样子了 他得过一会儿 然后你可能会说 如果有一天 假如你只需要 想寻找这些粉丝 对不对 查 查 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就能去到 啊 去到电线 就是可以按照他那里 这个电线 然后那肯定的呀 那他也不会跑 对不对 根据他的这个位置 来去那个 往下挖吧 看他跟虚往哪跑 咱就跟着哪呗 你肯定能找了 但是 说话 你火星上的这个水 能不能食用 还是一一方面问题 那你地球上的那种 是吧 南那个南极和北极 它那个未融化的冰块里面 还有远古的 远远古的那种水吗 但你水里面 它有没有远古病毒 你还不好说 对吧 嗯 好的 说了就暴毙 哈哈 嗯 OK啊 就这样 结束了 结束了 感谢观赏 哈哈 好的 那个老大 果然是 如果 如果你把你之前 呃 做的项目 跟现在对比 我觉得简直是好 太多了 你现在 肚子里 肚子有墨水 肚子就是咱们能讲出很多的东西了 我觉得 如果有呃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 就是火星的科学家 你跟他讲 我觉得 这样的方式讲也特别好 而且老大不会是老大 呃 我们都会想 能不能做一个呃 呃动物 反正他做的是一个植物 呃 就是这个想法特别好 很特别 继续保持 然后继续优化 然后下次要是有时间的话 继续发挥你的特长 呃 继续转成3D 这个就是在我们每天自主探索 可以去做的 对 就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是OK的 好的 好的 然后大家都分享完了 啊 有些小伙伴如果是 呃 没有在 没有来听课的话 记得 啊 看回放 然后把 作业有做的作业发到群里 啊 给大家看一下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也会面向 全国全球的去发布的 所以 嗯 会让大家看到你们的精彩作业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写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呃 学习 见到我们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对 była 不错 就会做到 所以我们可以拿走 我们的自己形象 对 就会做到 挑战的 这个 你 我们的 感谢观看 对那老五再念一遍吧 我要打开正题吗 不用你对着我这个对着我这个念就好了 一在牛顿之前人类是如何解释行星运动的 二为何 为什么哈雷对彗星的探测如此重要 三你能想象出一个没有科学解释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嗯好我想我想你你这样子念的一遍肯定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很好奇对就是说在牛顿之前在科学家去呃讲出一些道理之前如果我碰到一个古代人他是怎么解释这个行星运动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有没有这个呃行星运动呢 对吧然后呃第二个哈雷哈雷对彗星我们都知道彗星然后呃哈雷对彗星的预测 为什么如此重要好第三个如果没有一个一个没有科学解释的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好的我们来播放视频 刚刚就播放了咱们今天的讲的那个内容 其实嗯我我会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很有趣比如说Generation在我们第一章里面呃几代人都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对不对 就像老三今天一直在听的啊我分享一个学英语的方法叫做影子学习法就是呃我们不断的去跟读一些句子 刚开始比较多可以就是几句话然后比如说老三他今天就听前面五分钟可以反不听听十遍不行听二十遍 我们达到的目标就是说可以啊流畅的把那句话说出来就像我们刚刚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有一些你还记得那个吗 我先拿那个 啊哈哈哈 干的是对哦 麦格上帝 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说哦麦格就是我们一直听一直听就学会了其实英语也是啊我们一直听一直听就会了 那个Generation就一直出现一直出现我们就知道了哦一代人他的发音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就呃大家以后就是说如果那么长一段听了记不住的话呢可以就听前面五分钟反不听直到你学会我们是以最终学会为基础的啊不是说我们学了我们学了很多遍学不会就不行我们要说是学会 对就是说如果你学会了一句话也是学会一个词也是学会而不是说听了四十多遍一个词一句话都记不住那我们还不如就反过头来好好地把这句话给整理办对不对 那老三就做得很好就是啊他是自己把音频给录下来反复的播放 然后我希望下次呢是说啊我们就抽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好好地读一十五分钟也可以 我们就好好地读成家先来读就不要做别的事情就是一直读 然后十五分钟我们搞定我们就可以去玩了啊而不是同时做两件事可能就会分享注意力 然后嗯对然后我们刚刚就看到了就是牛顿之前啊人是怎么解释行星运动的啊为什么哈雷对彗星的预测如此重要能想象出一个没有科学解释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吗 然后今天的作业我给大家的建议还是说先把这个三个问题给他啊整明白了因为我们PBL现在有两分的时间第一天先把这三个问题给整明白了因为这三个问题想清楚处了才会引出我们的PBL的设计对不对 所以我们明天的任务还是说三个问题能用自己的话解释清楚用用三分钟的话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然后呢下午的时候PBL项目开头什么叫开头呢啊比如说PBL制作科学发现时间啊啊科学啊古代到现在的科学发现时间 比如说第一个呢是研究重要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对不对 那如果我拿到这个问题那我会想哎那我要去研究哪一些科学发明和发现发现和发明呢 比如说我要研究的是啊所以我们三呃前面的三个问题设计不是已经很熟练了吗 然后通过这三个问题设计我是不是可以研究哈雷彗星的这个科学发现 是不是可以研究这个呃行星运动的这个科学发现 跟我们学到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只要只有解决前面的问题后面我们才会比较顺畅 对吧然后我们下午的时候呃就可以呃就是列几个这个科学发现和发明 然后呃我们才慢慢的才能把这些东西给串起来制作一个描述和插图对不对 那比如说描述和插图现在大家都都掌握了做BBT的能力是不是又可以用咱们的这个呃软件 给他做的好看一点对不对一个箭头拉过去然后把图配上去下面配上时间这个大家肯定会知道怎么做了将呃事件按时间顺序 尤其排在一个长纸袋上。 然后呢我, 我觉得大家可以综合运用AI那比如说问题设计的时候, 问AI老师, breakkt 昨天测试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就放着我们那个数字人老师问一些很神奇的问题, 指出我们的记忆比如说刚刚那个老五就说, 哎, 为什么, 嗯, 我们那个星星组成的图案是有什么水瓶做白羊做, 但实际上, 在他看来好像也不是那个水平的形状 为什么要定义成水平座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问题设计 我们接触这个AI老师对不对 AI数字人老师 那底下这个都好运用GPT和Cloud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直接把这个问题给Cloud的 你画出来 啊配合使用就各有各的优势吗 比如说Cloud 你看他现在就这个图就出来了 对吧 他上 就是你看他生成出来的一个叫SVG图 他生成出来的是类似于像那种结构图 然后GPT他生成 生成的是美 很美的图 但是他没有那种逻辑性 对没有功能性 那他都可以配合使用吗 比如说我把这个图给他做出来 可以给他截图再来 然后你这个块 我是不是可以用GPT的美图不代替 对啊 通合使用吗 你看这底下的插图一插图二 都可以用GPT生成 这个只是说我们大概要做成这个样子 我们心里有数吗 对 好的 呃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啊 然后线下的 我们 我们以后上课的时间是八点到九点半之前 就是也 时间不要太多 因为线下的小伙伴还要去 呃 把这程安排给安排完 然后小伙伴也看我们群里有发的日程安排 也可以安排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 然后接下来你们就安排一下 然后我们还要去让他们溜达一下 必须到每天必须来点运动 对 每天我们还得去运动 呃 对 呃 好的 诶 我我把你们躺在底下了 拜拜 好 哦 还有那个老四老四才刚过来 那个作业没有分享啊 以后记得到点的时候来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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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